總召成績發言 我也要 照道理 這個法案今天找我們主審的話 那毫不及格只派一個檢察室司長來 我們主審的話就代表法事府因為主審法案 部長要來啊 至少正式也要來 那只派一個檢察室司長來 這個就不對了 所以在因為教務下來的時候 我根本搞錯 因為應該是衛護部主審 不是我們司法事務主審 司法法是有關於罰則的部分 哪有罰則變成主審這個法案 今天這個程序上 我們大家要先談清楚 不應該在這裡審查 主審應該問案委員會 那很謝謝柯委員先點出 這樣子的一個程序問題 事實上本席也有同樣的看法 大家都知道其實 兒童少年性交易防治條例 一直都是由我們衛福部來主管 那所以呢 我想當時可能 院會在交付這樣法案的時候 醫師人員可能 自依過去 柯總召你請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 第七會期的慣例 但是其實如果我們去查過去 在第五第六會期 過去其實是還是由這個 當時的內政部這邊是來做主審的 所以我也很贊同 這個議案應該要交回 由衛環委員會來主審 柯建民委員 王毅民委員 建議還是以給主管機關 衛生福利部來做這個主審 然後再由衛生福利召開聯席會議 各位有沒有其他的意見 好重新退回宴會 好不好 報警宴會 我們本來報警宴會 改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 跟司法法治兩位委員審查 由衛環來做這個主審 好不好 沒有意見 那我們今天就做這樣解議 上位 太好了